第六课 吃葡萄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葡萄树,几年来一直半死不活的。 不料,去年竟然长出了许多叶子,还结了许多葡萄。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,那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,看了真让人高兴。 摘下来一尝,特别甜,就想送一些给别人尝尝,让大家也分享一下我收获的喜悦。 我把葡萄送给一个做生意的朋友,他接过去,用两个手指捏了一颗送进嘴里,说,好吃,好吃。 接着就问,多少钱一斤? 我说不要钱,只是想请他尝尝。 他不愿意,说不能白吃,坚持要付钱。 没办法,我只好收下了他的钱。 我把葡萄送给一位领导。 他接过我的葡萄后,一直注视着我, 然后低声问,你有什么事要办吗? 我告诉他,我没有什么事,只是想让他尝尝这棵老树结的新葡萄。 他吃了我的葡萄,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,他并不相信我的话。 我把葡萄送给漂亮的女邻居,她感到有些意外,她的丈夫更是一脸的警惕。 我很尴尬,忙说,这是从自己家的葡萄树上摘下来的,很甜,很好吃,想请大家尝尝。 那男的像吃毒药一样吃了一颗,没想到,那天晚上,他们家就传来了吵架声。 我把葡萄送给隔壁的一个小孩儿,他吃了,还想再吃。 脸上露出甜甜的笑,嘴里也甜甜的说着, 这种葡萄好甜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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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 生词 4. 赞 5. 子 6. 斋 6. 分享 7. 收获 7. 喜悦 7. 生意 7. 手指 7. 捏 7. 嘴 7. 白 7. 注视 低声 低 表情 病 邻居 意外 丈夫 警惕 尴尬 毒药 磕 船 吵架 隔壁 路 蹦 票 真正 5. 练习 1. 语音 1. 变音变调 葡萄 辅导 生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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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获 收获 受获 意外 以外 以外 真正 2. 朗读 2. 郎 读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1. 布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